歡迎收看價值型投資 我是曾偉 今天電子股非常的弱勢 台股在今天是再度回測 萬七關卡 中場下跌241點 收在1704點 前載量2681億元 鍵盤是如何分析 現場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是永成國際投顧的 蔡慶隆分析師 全國投票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陳一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還沒想到觀察 先來請教蔡老師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值型投資 疫情的異空 讓今天台股重錯241點 很明顯它再度的回測 第三隻腳 第四隻腳的買點 讓你進場低階 盤氏的底部打得越堅持 未來的漲勢就會越大 反覆足底的架構不用擔心 所以呢 把目前的現況先掌控好 底部該進場就進場 把你的一個進場成本 風險壓低 接下來你就會產生 一個大波段的利潤 我在這禮拜已經告訴過你了 疫情利空嘛 打下來 它不會跌破俄烏戰爭這個大利空 所創造出來兩隻腳的一個低點 所以禮拜把握第三隻腳的買點 禮拜二殺下來了嘛 支撐到了 底部到了 差不多了 進場低階 那禮拜三大漲了310點 我為什麼告訴你還有機會 因為這個盤的一個上漲過程 禮拜三才2600億 這不是票量供給量 所以我在禮拜四已經規劃給你看了 有回檔要會介入 我的看法會先下再上 第四隻眼有沒有來 今天殺了241點了 你所擔心的是 今天的本毒案例 又增加成為1209億嘛 與病毒共存 是大家要面對的一個事實 所以看到這樣的問題 如果你覺得它是機會 你就知道為什麼上禮拜 我告訴你 所謂的一個快篩檢測的 這三張股票 你要懂得事實的做記錄 因為長線的架構 已經建構在 與病毒共存這個事實身上 所以今天的回測 第三隻腳的買點 這等於是第四隻腳 這叫底部嘛 1234嘛 所以這個位置逢低承接吧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對於亞諾巴 瑞基 泰博 這三黨 所謂的快篩檢測的股票 在前天回檔 我們告訴你 他們都還會在漲 在昨天一個上漲過程 我要告訴你 他們的都還沒漲完 他們沒有那麼容易結束 所以現在你所面對的是 每天你所看到的個病例 可能都是一千兩千 下禮拜搞不好更高嘛 所以未來還需要擔心這個問題嗎 只是說你在面對這個疫情的問題 你有沒有面對它 你有面對它 你問題解決一半 不僅解決問題 你還可以創造利潤出來 所以我在上個禮拜二 禮拜三 我們告訴你 亞諾巴 瑞基 泰博 長線 你要注意它的一個長線 未來的走勢 什麼叫長線保護短線 你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上禮拜四 亞諾巴第一根 禮拜五 亞諾巴第二根 禮拜第三根 快速的亮燈 禮拜二亮燈打開之後 震浪著你 重點是禮拜三 跌超過半根 我說還會再長 這樣的分析 夠不夠水準 我會告訴你結束了嗎 我會告訴你要賣了嗎 所以長線保護短線的一個議題 你每天在 魂魂惡惡的 面對疫情人數的一個探討 沒有任何的意義 疫情的利空 讓指數打下來 這些所謂的一個 檢測的一個相關概念股票 都已經上去了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股票 相對來講 電子股的一個回檔修正 你覺得是機會 還是所謂的一個悲觀的情況 那你在此時時刻 要做盲目的殺敵 這是一個抉擇性的一個關鍵時刻 就像禮拜三的亞諾巴 他重挫 我說還會再漲 講完之後隔天有沒有亮燈 今天又大漲了快9% 什麼是大波段的一個操作 現在的朋友 整個亞諾巴 五個燈六個燈 這是一個實機材 我們不能說因為疫情的一個發生 所以靠疫情 比如說有人想說疫情 所以會讓盤勢不好 所以放空 那種實機材我不賺 但真正的是 在目前的一個現況 我們要面對的趨勢的一個架構 除了這三黨防疫檢測的一個生計股 它長線還會再漲之外 還有什麼股票 可以好好的 在目前指數相對抵擋區域 還沒有發酵的 比如說電子股 或是我們之前布局的一個長榮海運等等 這樣比較實在 所以我不需要跟你吹噓說 亞諾巴一個燈 對不對 然後兩個燈 三個燈 然後接下來四個燈 四個燈之後的回檔 這比較重要 我每天跟你數漲停有意義嗎 我每天跟你說股票漲停盤有意義嗎 要賺取波段 要給青老師時間 禮拜三的回檔修正 誰會分析亞諾巴還會在場 我有模擬兩可嗎 我有是是而非嗎 我們所要給你的是 直求對決的一個看法 什麼叫正面迎戰盤勢的後世 為什麼 現在老師的節目那麼多人鎖定 因為你看起來有價值 你看得很過癮 是不是 難道我是在禮拜四 就是昨天嘛 亞諾巴亮燈了 然後告訴你我看好嗎 禮拜三跌下來就要看好啊 就告訴你還會在場啊 昨天亮燈我一樣告訴你還會在場啊 不是嗎 所以亞諾巴今天繼續大漲8.7% 那瑞基跟泰博應該不用多加的分 論述了啦 就在分析這三檔股票啊 泰博上禮拜四8.1%嘛 禮拜亮燈 禮拜二開始震盪 禮拜三回檔休息之後 禮拜四昨天亮燈 現在一樣漲了半根嘛 領先市場上的事情 總是要花心思 總是要花時間 賺漲停賺坡斷要靠實力 不是一觸可擊 不是人嘴灰 真正實力的一個操作 就像這一檔長榮海運 當時候3月8號 第一次的買點在138.5 回檔三天叫轉折 上去之後16724%要跟我賣 真的高檔要先賣 你高檔沒有賣到現在為止 你就在等解套而已啊 就是因為高檔有賣 所以股價變便宜了40塊錢左右 127可不可以低借 我問你啊 買來贓數更多耶 什麼叫獲利成熟的效果 就是高檔要會先賣 來到127不殺低啊 當天台股盤中大跌了300多點了 我有沒有拉你一把 不是若勤下時告訴你去放空 告訴你去殺低嗎 是不是 第一隻腳127 有回檔拉回第二隻腳要會買 有沒有第二隻腳讓你買 128.5 規劃行情 掌握行情要跟著來動作 這兩隻腳的買點是不是夠水準 當時候 這兩隻腳都是波段低點耶 我不是他掌上來才告訴你 你這兩個位置可以買耶 是用放炮的分析 在本節目你是看不到的啊 所以 128.5 既然是第二隻腳買點 接下來 雙底建構完成的就是波段 我說波段 我就不會跟你做價差 有還是沒有 所以當長榮啊 回檔 禮拜二沒賣 我說還會再漲 有沒有看清楚 禮拜二告訴你沒賣 禮拜三漲嘛 昨天禮拜四開高走低 我還告訴你沒賣 夠不夠清楚 很多人喜歡觀賞我的節目 很多人喜歡跟我的單 為什麼 因為買賣點很清楚 但是我還是提醒電視界觀眾 要跟單 要設好停利停順點 好不好 畢竟你不是我會員啊 我怎麼可能 時時刻刻在旁邊照顧你 會員的一個指令 靠我一個動作下去 第一檔會買嘛 那高點什麼時候賣 昨天的回檔修正 長榮啊 黑街棒啊 怕不怕 昨天台股不是開始壓回了嗎 怕不怕 以今年度的長榮第一季 營收創下利益新高啊 比去年度下半年忘記耶 第三季第四季營收還更高耶 去年度下半年長榮 第三季第四季EPS 多15塊錢而已啊 那第一季更好啊 所以換算一下 今年度的長榮 EPS大概60塊錢啊 由於去年度的45塊錢啊 所以本益比真的很低啊 兩倍多而已啊 所以黑街棒打下來沒賣啊 今天不是拉出中長榮嗎 來到142的波段高嗎 所以我說波段就是波段 我沒有再跟你做價差 這是我上禮拜已經提供給你 我對接下來長榮的看法跟做法 不是嗎 賺波段還是那一句話 你要給我時間 長榮啊 500多億的股本啊 你不容易看到它漲停板 但是價值投資概念 所提供給你 是一檔基歐股的逢低成間的 絕佳記錄點 買在127128點 我是不是最低風險的一個操作 嗯 幾乎是最低點了吧 是不是 那上去呢 有沒有破斷 這種大型股量很大啊 每天都好幾萬張啊 這種量的你看 還不是很漂亮的攻擊量 都已經7萬多張了啊 名門正派 量大好進好出又好賺 你要買幾張就有幾張 你要賣幾張也一樣 從容不迫可以下車 所以這張股票的一個架構 很清楚啊 給你的兩隻腳的買點 表現其實比大盤強勢 大盤 現在打下來四隻腳 長龍兩隻腳啊 是不是 所以大盤的一個架構 這個反覆徹底 很磨人我知道 好像要上去了 偏偏它又下來 好像要攻擊了 偏偏它又回馬槍 洗衝馬洗得越乾淨 不管是四隻腳還是五隻腳 這個大盤的一個架構 它底部整理的時間越長久 未來的彈生力道 它就會越大 提供給你做參考啊 所以長龍到今天為止 我當然還是沒有賣啊 該賣的 比如說這檔金金啊 禮拜三74.3賣嘛 你以為賺52%是很容易嗎 這過程很辛苦啊 從這個低檔區 3月9號的52.6嘛 相對低檔絕對的安全嘛 這位置啊 對 有沒有掌停板過 好像只有這一根是掌停板嘛 這種股票 你喜歡嗎 你喜歡的是 每天秀掌停板的一個節目嘛 因為你喜歡賺掌停嘛 是不是 先生老師不幹這種事情啊 我們要給你的是價值營投資的標的 金星林德時代供應鏈的電動車的股票啊 當之後這個位置 有沒有一模一樣 52.6 3月9號嘛 是不是這個位置 沒有錯吧 上去一趟回檔再接 禮拜三74.3賣 時間加費給你對 沒有錯吧 賣完之後 昨天禮拜四還衝高耶 衝高到七四 七七點四嘛 看好戲的一定會認為我賣錯了嘛 這一點我也承認啊 我沒有賣到最高啊 但是我需要 過度的用追加心態 把它追回來嘛 2000檔的股票 輪動輪漲啊 我賺完一檔資金八檔之後再轉進下一檔嘛 投資組合的運用就是集中在少數的三檔個股身上 一檔賺完再換一檔 你才有辦法達到一個獲利成數的效果啊 所以昨天的金星再衝我需要過度的追加嗎 今天金星不是掉到72.1嗎 是不是 那賣在74.3的對還是錯 賺取52%的利潤 對還是錯 要賺波段 要給菁老師時間 對未來第四季校的行情 所提供給你個股的未來機會 你想更進一步掌握的 你可以加入菁老師來 小阿鼠Stock178 或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把節目時間交換給曾維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廣告回來 繼續請蔡老師分析 歡迎回到價值型投資 再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這一檔 華府在昨天禮拜四 出現了一個反壓突破的一個買點 我說我不可能買在38.5 我是看到它越過這個反壓嘛 所以買在40.7附近 華府為什麼要買它 它現在已經變成特斯拉概念股票 之前的華府是有金屬飢渴的 你的手機的金屬飢渴啊 那時候它連渴成都打不過啊 所以當時候華府的基本面非常的差 虧成一家公司 但是現在公司轉型了 開始做車用的數位儀表板 車用的中央顯示器 還有安全帶的軸承啊 所以你看到它的業績很亮麗啊 三月營收新高 年成長率高達85% 這樣股票的基本面 你看清楚 去年度 整年度賺0.96% 前三季呢 賺0.44%而已啊 但是跳到第四季呢 第四季呢 變成賺0.52%啊 也就是說第四季的EPS 遠高於去年前三季的總和啊 漂亮漂亮 那現在第一季呢 三月營收呢 三億多嘛 你加一加就知道嘛 今年度一到三月份 加起來 3456789億多嘛 有沒有比去年度的 大概345678億多要強嘛 是不是業績越來越好 去年度的第四季呢 去年度的第四季幾乎是獲利 我如果要呼嚨我的會員 一樣賺1塊多啊 那今天有沒有賺更多 所以一位分析師 如果沒辦法做到 誠信實在地面對他的會員 我相信你成為他的會員之後 合作就只有一次 心裡一定在低谷嘛 電視講的跟蘇帝家 帶我們做的都沒有一樣 你有常常這樣的問題 你參加其他的分析師 敢像千尔老師一樣 直球對決面對他的會員嗎 什麼叫直球對決 正面贏戰 親愛的朋友 對時對價 昨天滑五就買在40.7 你或許認為短線有點追高嘛 那是你的看法 因為我昨天看到他的 基本面我早就準備好了嘛 只是說技術型態的買點 昨天出現天亮的一個架構嘛 所以很老邁 昨天的一個滑五 來看一下 你自己看一下嘛 過反壓嘛 那就是一個進場點啊 那這個進場點 是不是大概在40.7附近 40.5附近 不可能買最低38.5啊 買在這個位置 大概也賺個幾%嘛 沒有錯吧 這是我的一個實際上 實際上代理會員操作的一個買進位置嘛 那就買在這個位置啊 不怕你知道啊 對不對 買完之後亮燈 42.15 今天滑五呢 表現可圈可點啊 大盤 不是回檔了 241點嗎 盤中一度拉高 對 打下來 尾盤稍微拉高 又震一震 所以 像這種股票 今天在領先大盤 創高的同時 只要它的一個籌碼依然穩定 其實不用過度的擔心 另外一檔車用二機體的 我之前跟你分享過 你如果看到紅K棒掌停板去追的 接下來沒什麼高點 它都會洗下來 所以你要等它回檔 回檔的時候再低接啊 4月11號回檔三天 來到相對的低檔可以低接 所以我給你一個操作建議 隔天你可以跟我買更低 293 實驗家會跟你對過的 293買完之後呢 尾盤收315啊 現賺22塊錢 不過漲13塊半啊 你跟我買在平盤以下的293 你可以賺更多 那禮拜三呢 大漲來到333啊 我為什麼告訴你 你落後我36塊 嗯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我當天做了賣出的動作 來對視對價一下 禮拜三的得為9.06分 按計畫在329附近買 經過兩分鐘股價在330.5 你去對時對價 329保證一定成交 是不是賺了36塊錢 禮拜二買的位置 293 禮拜三 329賣 我之前跟你分析過了 得為衝上去 這次短波段 我會先賣嗎 是不是 293到329 這樣一買一賣 是不是36塊錢 是不是36塊錢 所以我說你當天才去追的 你落後我36塊錢 而且你一追馬上套 套了之後 今天你的問題發生了 因為它跌下來了 不是嗎 所以整個得為的一個架構 今天 殺到301 你如果在禮拜三這個位置 329沒跟我賣 又差了快28塊錢 相對低檔的支撐又接近了 今天又可以輕鬆低接回來了 來對視對價一下 今天 10.07分的得為 趁回檔 在305附近接回 經過4分鐘股價在304.5 你去對時對價 305做接回的動作 收盤跌10塊錢 但是我們賺4塊錢 來到309 所以整個得為的一個架構 接下來到底是價差 還是破斷 你跟上來 跟緊一點 你就知道 這檔創委 4月8號 跟你分享過 4月7號沒有賣的 彈上來還是要出 為什麼4月7號要賣 為什麼4月7號要賣 破線了 破線轉弱了 所以我說 創委現在不會過300了 不會過300了 結果一溜烟的 他今天跌到220 會不會賣是差很多 第一個時間點有沒有賣是差很多 今天創委殺到220 他不用殺低了 負瓜率已經過大了 而且籌碼 已經變成穩定了 該賣的第一個時間點的賣點是在這裡 破線要會賣 懂嗎 所以像這檔金豪科也是一樣 我昨天已經給你預告了 最慢 下禮拜 他就會黃金交叉 今天達到13 1.5的破斷地點 我認為差不多了 下禮拜 換金豪科表現 節目的尾聲 提供給你這檔光潔 連續回檔兩天 支撐接近了 站在買幫 未來行情 還不需要操作了 當然歡迎你加入 清老師的行列 從明年開始 跟著投孤界的孔流 一起來對時對價 把節目時間交換給曾維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三所推薦分析的 個別有家證券 沒有不當的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請公參考 投資一道獨立判斷 審限評估 並且是支付投資風險 祝您稍作順利 我們下會